学术前言思想对话 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许多的拉美国家进入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困难 直到1989年 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纸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系统的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 那这些主张呢 也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 被誉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那么随着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也不断的深入人心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直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末 华盛顿共识却给发展中国家 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打击 世界急需要对于现行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下 所隐藏的基本价值观做出改变 那么这些改变的出口在哪里 而新的世界共识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中国人的老朋友 他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改变 那么他就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龙安智先生 对我们来阐述 新世界共识与全球经济多样化发展 有请龙先生 龙安智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作家 在中国工作跨越三十年 曾经撰写出版了包括中国的世纪 朱鲁基等多部著作 论述中国经济改革 亚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龙安智先生 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 应亚洲开发银行邀请 参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并担任顾问 同期担任越南和老挝中央银行顾问 参与了东南亚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在过去的十年间 龙安智先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中国西部地区 南亚和非洲国家 致力于地方财政支持农村社区发展 和绿色增长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实践 龙先生你好 你好 您是一个中国通 那么 不沟通 永远不沟通 非常谦虚 每天在中国写新的东西 因为每天中国的变化也是新的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呢 是说新世界共识和全球经济多样的发展 那么首先您能不能帮我们澄清这样一个观念 什么是世界共识 世界共识是 哇塞尔兰公式以外的各个地区自己的公式 因为是很多年是哇塞尔公式是已经退到全世界是一个经济的模式 但是因为是很多地方 世界的情况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个地方现在要发挥他们自己的一个模式 而且那个模式是很当地化 就是按照当地文化实际情况来发挥自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些措施 所以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自己的一个模式 那就是新世界共识 那么华盛顿共识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经济价值观呢 那就这个经济价值观基本上是要 可以说是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一种观点 其实哇塞尔公式是已经是在那个 889年的时候在哇塞尔有些智能团发挥一个观点 他们的观点是你在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一些经济都要马上把他们的那个货币自由规划 或者他们的资本市场开放 所有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 就是资本是要自由的 其实完全是用那个他们理解资本论 Adam Smith的一个理论 所以所有的事情使上能够解决 那你必须完全翻开市场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个观点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华盛顿共识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国家的这样一个理念呢 其实我是碰到或者闯到 华盛顿共识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我当时在老挝 我当那个1990年当中央银行行长的顾问 然后在老挝 他们碰到很多中国也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们正从一个计划经济要转到市场经济 但是很多那个世界银行还有那个国际货币组织的股问 所以你必须马上翻开市场 马上做这个 其实你做突然通过膨胀 就是他们的货币马上编制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要去市场买菜 你需要那么多的他们当地的货币 一桩一桩的 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实际的 那就是我跟当时的那个行长说了 你要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是要一步一步改变你的经济 你不要一下子 而且要完全按脚 人民能够接受 他们接受能力 能接受什么呢 来做什么呢 你一下子要推到一个经济末世 给他们扎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接受不了 那就社会乱了 其实当时是这个摩世是推到苏联 那苏联人夸了很多年 包括到现在俄罗斯 还没有恢复他们原来的 这样的那个一个很强的国家 因为是他们用一个摩世 那个摩世不适合人民 所以当时我说 挖士顿公式 提出我们现在世界 需要一个新的公式 那是不是可以证明说 他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不适合的 对 其实是你不能用一个两百多年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很发达的国家的一个经济模式 推到全世界 我记得很多年前 江泽民主席建了那个比尔克林顿总统 跟他说 你要我们都跟你一样的 世界不是很闷的吗 不可能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华士顿公式还有处境一个华士顿公式的全球化的目标是同一世界是一个经济模式一个理论一个概念 但是实际都不接受的 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概念都行不通 那么就您在中国已经待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也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您觉得有中国模式吗 我觉得其实是中国我在亲自捡刀看到的三十年的变化 是很多几类的不同的经验 决结不同的问题 其实决结的一部分的问题可能新的问题出来 也许要做事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经验在别的国家可以参考可以用 但是中国自己的很多情况是非常特殊的 那印度可以顺一些中国的一些经验 那就是你这么处理问题我们也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所有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求龙先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的演讲 有求龙先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基于完全市场化理论的华盛顿共识 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对新的世界共识形成有哪些贡献 当下中国的发展又面临着什么问题 世纪大讲堂 新世界共识与全球经济多样化发展 正在播出 大家好 我们现在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公式 这个公式也不是瓦行登公式 是一个新世界的公式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 瓦行登公式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瓦行登公式是从那个Bretton Woods 第二战以后发挥了几个很大的机构 第一个是世界银行 第二个是国际货币组织 第三个是世贸组织 World Bank IMF WTO 其实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的目标 是发挥一个世界金融稳定 因为二战为什么发生的 发生的因为金融危机 所以第一个问题 首先接着是经济问题 金融问题 所以瓦行登公式是从基本上这个机构先开始了 然后这个机构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是美国的货币 US dollar 当时US dollar 美国的货币变成世界的一个股贝货币 那到了八十年代 发挥一个 WASHINGTON公式那个词 说现在按照资本主义的理论 应该放开所有的市场 应该各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打开了 货币市场打开了 货币市能够自由兑换 而且推动一个全球化的模式 那这就是WASHINGTON公式 但是很多年我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工作 我发现到很多实际情况 不是跟大学想要他的理论家相当一样 就是不一样 而且需要很多实际方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是那个 WASHINGTON的公式也不实际 是一个理论的 而且Shoklafa shock therapy 永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都夸了 先是苏联 东欧国家 在1997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永在哪个亚洲国家哪个亚洲国家都夸了 印度尼西亚泰国 到现在泰国还不稳定 那现在是要探经济 经济是什么呢 经济是理论吗 经济是科学吗 经济是很实际的东西 是common sense 你要解决问题 你要人的生活也来也好 但是如果你非得按照一个理论 要发挥一个经济理论 然后炸很多人的生活 那那个理论是没有任何的用 开始意识到瓦辛顿公司的问题 就是1990年 我在老挝中央银行工作 我是当那个行长顾问 当时是亚洲开发银行 请我过去 帮他们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他们很多问题 实际跟中国的那个80年代的问题一样的 以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怎么发挥一个经济 怎么从一个计划经济改到市场经济 不要这个国家乱 但是当年十年以后 90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行长的榜公司谈 他问我 他说现在苏联跨了 苏联用的那个Shock老发 Shock therapy 现在是马上打开所有的市场 但是乱套 我们是不是也要怎么做的 我说No 不要怎么做 这个做法是很愚蠢 我们现在是要考虑中国的一个 抹着石头国合一步一步一步来走 现在是你一下子要把整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打散了 那产品从哪里来 价格怎么定 你一辈子人对市场没有任何的概念 他们怎么做买卖 只能够乱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步一步一步的改 后来我是在从老挝中央银行转到越南中央银行 也是当过行长股份 他们也面临了很多新的问题 当时越南特别想有一个股票市场 但是怎么有一个股票市场 你现在没有公司 你只有国营企业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世界银行就派股份过来 说你要用这些法律给它很厚很厚的法律 说这个法律是我们的提供给你股票市场的法规 我看了看 我只是美国华尔街 纽约的法规 一样的 没什么出别的 那你怎么把这个完全一个美国最发达股票市场的体制 压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还没开放的国家 全是国营企业 也不知道是走哪一条路 怎么股份化 都没谈清楚 怎么可能行得通 完全是理论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要面临一个 我们谈新世界公式 要谈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要谈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对我来说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整论 已经在上一个世纪20世纪给买下来 我们要谈一个问题是实际经济 怎么能利用计划经济的工具和尴尬 还有市场经济的尴尬 一起用发挥一个健康的经济 所以我们要把理论打碎了 所以新经济公式是无模式的模式 没有模式的 我们要积累经验 看哪个能做得好 那就才做这个 其实我当时在90年代 我也在中国也当过股份 亚洲开发银行 排我跟中国的国员不同的部门 期改部门 工作在国营企业改革问题 其实那时候中国的国营企业 必须股份化 必须变公司 怎么做 只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做 因为如果你把一个 当时要有一句话 说企业办社会 所有社会的体制 从养老 医疗 给你租 你住的房子 所有的体制 都在国营企业里边 基本上人可以生死在一个企业部出来 那如果要打碎了国营企业的体制 或者把国营企业变有世界上 市场上紧张性的企业 或者国际公司 所有这些医疗 租房 退休问题 都需要社会来解决 那是怎么做 你需要一个健康金融和银行体制 你需要打开你的房地产市场 打开房地产市场 需要先发改 需要人有权利买房子 有所有权 能够买卖房子 你需要权 这需要整个一个法律体制的变化 可以说是摩执石头过河 只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做 我说另外一个 我们叫旋序化 sequencing 经济旋序化 economic sequencing 你走一步 要解决那个问题 才能够解决第二个问题 或者用老中国话 就是一步去做 步步都错 那你必须每一步走 是正确的 稳定的 才能够走第二步 不能一下子 市城化 那是后来 我到了2002年 我已经看了中国很多的改革 中国已经入了WTO 那现在是中国是完全走一个市城化的路 我自己想 现在中国是面临一个 不是物质文明的问题 物质文明的问题是基本上结界了 但是现在发挥 我想到精神文明 需要一个理念 需要一个精神 需要一个道德 所以2002年 我就把我律师和经济转家的工作成访去了 然后我到了中国的西部 我就想拍电影 拍了一些纪录片 因为我碰到在西部很多人 想达到两个目标 一个是保护他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是保护他住的环境 因为在西部很多少数民族 文化和环境是贴在一起 不是分裂的 但是他们怎么保护的 有没有人赞助钱给他 那你赞助的钱明天就花完了 他们需要一个经济平台 才能够保护他的文化 所以很多是开各种各样的生意 我给你几个例子 有一个和尚 在很高很高很高的地方 开一个老奶工厂 每天从牧民买他们的那个牦牛奶 加工做那个老奶 完全跟西方老奶一样 跟欧洲一毛一样 然后他出口 用这个钱做什么呢 给母去的孩子建学校 当时我这个经济的模式 我就想不通 我说为什么那么远的地方 哪个市场都没有 你在这个地方加工 哪有这么可能 他说我的目标 不只是利润 我的目标是帮我的人民 我要保护母去的生活 因为牧民自己能够保护这个环境 如果没有牦牛在这些高原 就是经常吃草 环境马上有一个不平等的地方 然后很容易恶化整个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化 才能够保护环境 通过他们 我看到有一个概念 叫社会企业 那个企业也可以有利润 但是也可以解决很多社会的问题 然后2005年我就放弃一劝 我从北京搬到拉萨 收购一个老藏族的房子 一个老院子 然后我们就请当地人 用他们的工艺 包括传统工艺 那我们怎么保护这个房子 那我们怎么保护这个房子 我们就开小宾馆 开小商店 商店里边请餐机人做工艺品 餐厅里边就是我们做当地的菜 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些宾馆 全是用太阳能 我们要节能 要用环保能源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警印 我们帮助很多就是盲人 可以做手术 可以治病 我们也是帮助 那个医疗在农村 医疗问题 还有教育问题 就可以提供帮助 我们做宾馆的项目 就是其实有盈利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利润 分给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有很多残疾人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经济 生意来解决社会问题 后来是我觉得 我们做这个项目 说明有一个末式 一个方法 社会企业 然后我开始到别的国家 参考别人做的事情 要听听他们的一些经验 也交换经验 我叫了Mohammed Yunus 他是发挥 叫卫贯金融 或者卫贯银行 或者有人叫他是那个穷人银行家 他在蒙加拉 他得了努贝尔和平奖 因为他是给很小很小的贷款 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说几百人民币 让人开自己的小小的生意 一步一步一步 很多人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在贫穷区 然后他请我到蒙加拉 跟我交换很多的意见 其实是他提这个词 说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是他说的 我们现在要发挥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Economy 社会企业经济 然后我到了尼巴尔 尼巴尔的总理 跟我谈了一个问题 他想发挥一个叫 GNH Growth National Happiness 因为很多国家就依靠GDP 我们经济的增加多大 规模多大多快 他说有没有幸福 有没有高兴 我们要叫幸福之数 Growth National Happiness 能够说现在你完全靠 就是经济发展 物质文明 你没有保护环境 你没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那你的GDP 越来越大 就多大用 需要一个平衡 什么事情不能极端 基于中国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经验 喜马拉雅共识 为新的世界共识的形成 提供了动力 什么是喜马拉雅共识的基本内容 面对气候变暖 资源短缺 环境破坏等严重的发展问题 新的世界共识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又需要坚持哪三个原则 世纪大讲堂 新世界共识 与全球经济多样化发展 正在播出 后来我们就把这些ideas 那个想法连在一起 可以说从中国 国际改革 金融改革 说的一个原则是 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 两个都可以联合用 不需要用一个 看实际情况 需要市场经济 那就是市场经济可以发挥 需要解决问题 用计划经济 用杆杆 用干涉 也需要的 不要讲理论 不要讲意识平台 但是另外可以说 在孟加勒学了那个 你可以做那个穷人银行家 你可以用很创作力的金融 或者银行的体制方法 解决很多穷人的文化 然后幸福之难 你可以重新把我们怎么衡量 一个经济的健康或者经济的发展 可以改变我们的衡量的方法 想得更宽 更多 不支持你的速度多快 或者你的物质的生产力多大 你也考虑你有没有保护环境 生态 下一代给他们什么呢 都得考虑的 然后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在高原 你可以完全开一个公司 有引力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我们就把这概念连在一起 说是喜马拉雅公司 为什么说喜马拉雅公司 因为我不认为喜马拉雅山 是把中国跟南亚分开 其实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桥 听说四球之路 卡玛古道 其实全球化的从那边开始 从那个时候 卡业从中国走了那个岛园 到了印度 那时候印度不成卡业 经文就过来 经文就过来 其实是武之文明 精神文明的一个 交换 其实喜马拉雅 是有很多的河道 从那个冰川下流的 都是连在喜马拉雅山 中国的强江黄河 沿透在喜马拉雅地区 东南亚的米空 南昌江或者那个纽江 都是也是喜马拉雅 冰川下来的水 南亚 印度 还有那个蒙加拉 巴基斯特 很多他们的河道 Ganges 亚路战国奖 印度奖 全是喜马拉雅冰川 那现在其实是南亚 东南亚 还有中国 是有很多的密切连接的地方 那就是这题 另外一个喜马拉雅公司的 一个话题 怎么保护环境 怎么保护水 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护 那个冰川 那个水全下下去了 那我们有没有水喝 其实现在是气候变暖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 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所以现在是 如果你就盲目发展经济 但是你不接见环境问题 以后你什么都没有 经济也没有 生命都没有 其实我把那个喜马拉雅公式 的一个概念 在2011年 非洲 Senaegal政府 请我到Senaegal去 他们说现在 我们很喜欢 喜马拉雅公式的观点 我们需要一个非洲公式 因为非洲现在要开始发展 发展得很快 但是我们不要按照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组织 他们的模式来发展 我们也要发挥自己的模式 所以我们希望 你能够来跟我们讲 喜马拉雅公式 发挥一个非洲公式 然后在那个非洲公式 我们就做一个非洲公式 里边提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是多元化 民族多元化 是一种民族的权利 自己发展 文化可持续发展 是每个民族 有自己的权利 自己发挥自己的文化 另外是用经济 给人经济的权利 能够保护他的文化 也是必要的 而且也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吃水 喝水 是每个人民的人权 我们需要水 所以气候变暖的问题 是必须解决 另外谈到 非洲有很多打战 很多人有这个影响 为什么 很多的酒饭冲突打战 包括空步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人民 没有经济的权利 没有自己的资源 或者社会把他的文化 或者宗教放到很偏借的地方 那他觉得有冲击 他觉得他没有生存的能力 那他发生问题 有冲突 有危险 有打战 也有空步 那最好的办法是 把这些问题 就是降下来 或者解决 是发挥地方的经济 给人那个经济的权利 就是非洲共识 后来是去年 我经常在俄罗斯 俄罗斯也叫我过去 说我们要发挥一个俄罗斯的共识 当时俄罗斯要入那个WTO 入WTO 他们觉得很多农民 很多传统的工业都会被冲击了 那怎么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传统 我们自己的经济 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共识 那很多的太平洋的一些烧道的国家 也说我们现在也需要一个新的共识 我给你一个例子 夏威夷明年花了很多很多钱 进口石油 回了他们的能源 那为什么不能跟中国合作 中国现在生产最多的太阳能 放弄的技术 把这个决定很多问题 把整个你的能源的成本讲下来 都是很多的方法 后来是非洲共识 以后我参与那个气候变暖的谈判 我在气候变暖的谈判 我发现到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谈判当中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 面临气候变暖的很大的冲击 譬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现在蒙加拉 现在水越来越高 冲很多冲击很多的小村子 破坏很多农业 那这些发展中国家说 我们现在气候变暖的问题必须解决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谈判是三个国家当主了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加拿大 一个是索迪阿拉伯 为什么 石油 主要是石油行业 控制很多的政府 那我觉得后来是 我觉得这个气候变暖的问题是 很难走下去 只能够每个国家用自己国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都谈判 谈不下去 后来是我回来的中国 我跟很多人交流意见 我觉得你要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 你回头谈一个公司的问题 因为是他们考虑他们的成本 所以你必须让他们有盈利 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发挥一个很创作性的方法 让公司能转钱 但是也能够保护环境 其实我回头再拉撒我们的稍稍的那个模式 其实那个模式是给发一个信号 你可以盈利 但是你可以用生意来解决很多社会 还有环境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开始想一想很多的方法 然后跟很多人交流 然后现在是一个若干的一些方案出来的 那个方案是有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说你需要国家大量投资基本建设 基本建设不是盲目做公路 不是盲目建很多的那些水泥 还有那些大楼什么的 你需要用基本建设的投资 把那个能源盖过来 那个国王国家的电王 从那个煤炭到太阳能 风能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能源的来源 都可以做这个技术存在 而且我知道很多学生 学习工程 学习工业 学习物理 学习技术 其实这是给很多人毕业的一个 上纲很好的实业的机会 因为是新总理李克强刚强调创作力 这是你们一代的人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需要政府引导 如果用基本建设的投资 那就完全可以 第二层这个政策应该是发挥什么呢 应该是发挥就是用那个货币政策 银行 信贷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 故里企业 小众企业 生产所有电子 还有其他的产品 能够用上接近的能源的问题 比如说灯 我们今天那么多的灯 那灯耗多少电 现在中国完全可以生产那些灯 80%升的电 而且电是可以80%升的 都可以做到 而且如果是用政府顾虑的话 通过那个财政政策 包括那个银行贷款 顾虑出口 那这些企业又可能在出口给世界上 第三个是教育 应该我们教育 重新来认识到 什么是幸福 你有多少汽车 你赚了很多钱 你有大房子 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 我有提一个问题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买一个豪华车 但是你能不能保证给你的孩子水喝 你能保证吗 现在保证不了 因为我们已经面临一个喝水的一个危机 那我们现在命令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危机 所以我很高兴我听到了 今天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说他现在要做城市建设 叫城市建设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路 但是城市建设的话 你需要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smart green blue smart是智能 智能的意思是你需要你的公用交通有效率的 这个垃圾要综合处理 第二 green 绿色 要用生态能源 节能 解决你的能源问题 第三个是蓝色 水 保证人有水喝 干净的水 水里处理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通过这种建设 会发挥很多的经济发展 保证很多人的新的工作 从最高科技的波士硕士到一般的劳动力 工人都有工作 因为这种新的工程 社会提供很大的机会 发展的机会 另外 我看到另外一个发展 那个习近平主席 刚刚当主席以后 到了俄罗斯 然后出发到非洲 非洲谈到一个什么问题 在南非 参与那个金庄会议 谈到一个金庄开发银行 那个金庄开发银行 会代替 或者可以提供跟世界银行 做的一样的东西 但是世界银行过去早速做发挥贷款的时候 都有条件 很多那个条件是政治条件 也提供很多的股份 股份都是瓦辛顿过来的 告诉各个国家 我们给你贷款发展 你按照我们的模式来做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美国的末世跟非洲有多大用 美国的末世跟南亚有多大用 其实是一个国家 一个人民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地理都不一样 起码我相信 我相信金庄国家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南非 如果他们有一个金庄国家的开发银行 能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知识 还有贷款 要安排顾问过去 其实从这些国家过去的顾问 都是自己经过发展的困难 他们知道 怎么面临一个 从完全一个很穷的国家 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过程 一步一步的困难 怎么解决问题 其实他们五个国家 积累的经验很有用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用 另外提一个方案 是以后可能要一个 金庄国家的货币稳定组织 那这个会代替IMF 国际货币组织 我经常提一个问题 我说怎么可能有 国际货币组织的顾问 飞到一个国家 当那个国家的顾问 告诉他村子的经济 怎么管理好 如果这个顾问从来 一辈子没有住一个晚上 在一个村里 他不知道人民 贴近实际的生活的问题 还要谈一个 金庄国家的一个 上会也代替WTO 那没谈到的问题 是肯定下一步要谈 我们现在是已经 发挥一个新世界公式 那个公式是一个新金融体制 还有新金融的建筑师 已经是组不开始建出来 还有一些观点 计划经济 时常经济 不要谈这个问题 就谈实际经济 怎么把问题解决 另外 可以有社会企业 可以发挥一个概念 叫慈悲资本 用资本 用投资 解决问题 一个是社会问题 一个是能源问题 也是气候变暖的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 如果将来 我们不保护环境 我们不保护 人民的生活 或者文化 那么没有市场 不只是没有利润 人类都不存在 所以其实我说 过去有瓦兴顿公式 那可能以后 还有一个瓦兴顿公式 但是世界也有一个 非洲公式 喜马拉雅公式 俄罗斯公式 太平洋公式 其实各个地方 有一个新世界的公式 而且现在是通过 紧赚国家 发挥实际的一些机构 代替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组织 WTO 现在开发银行 紧赚开发银行 紧赚文明货币组织 还有商会 你们一代人 会走进去 一个新世界公式 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 我觉得我看 现在中国政府是 发挥或者鼓励这些方法 包括如果能够 发挥很多的 绝节气候变暖的问题 通过基本建设 通过那个新的技术 我记得这个 绿色经济发展 我们用这个词 绿色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能够带这个路 是非常大的 软实力 世界都会学习的 因为我告诉你们 美国做不到 因为石油公司 垄断 控制我们的政府 那如果发挥这么一个 新的一个染色力 全世界人民会看到 中国是做得非常好 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是用英里的经济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一个美国人 我有可以说 通过英势力 打架 是永远行不通 英势力永远不如染色力 从这方面来说 我非常非常鼓励到 中国用染色力 发挥一个新世界共识 谢谢大家 市场化条件下 各方都追逐利益最大化 该如何协调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新的世界共识 包含着深刻的文化 与价值理念 怎样来改变与平衡 人们现实的思想观念 GDP作为当下中国 仍然使用的 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中国该如何转变 对GDP的认识 世纪大讲堂 新世界共识 与全球经济多样化发展 正在播出 感谢龙先生和我们分享 您的宝贵经验 那我们现场同学们 就您刚才这样的一篇演讲 有一些问题想和您探讨 那边那位女生 龙先生你好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面对当前 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在 就是它必然是追求利益的 但就是更多的时候 政府也好 还是企业也好 它就是更多看到的是 眼前的利益 而忽略了的 比如说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还有自然文明 面对这样的局面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去协调 应该怎样去做呢 谢谢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现在实际方面要谈 现在我就是不谈理论 我谈实际的 因为这十年过去 中国是说GDP是最重要的 能够发挥8%以上的GDP 社会稳定 没有问题 但是十年以来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盲目的项目 其实很多的充分项目 不需要的 还有发挥那么多的用水泥钢铁 各种各样的花工 项目破坏了环境 也需要很多的资源 为了能够支持这些项目 支持这个GDP 那破坏了更多的环境 包括污染水 污染农业产品 我谈到那个 李总理谈的那个 城市监视化 那如果是屡次监视化 或者智能屡次蓝次的原则 那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是你的GDP多高 不重要 实际你的GDP健康不健康 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记得 主任及总理 在九十年代提的 不要崇拜货币 那如果人就是崇拜货币 你价值观都没有了 所以需要物质文明 也需要精神文明 也需要一个环境形态的一个观点 而且需要教育 我希望教育 不只是教育书学 不只是教育文字 也教育怎么生水 怎么考虑垃圾 怎么考虑人对人的关系 这个是综合的问题都得考虑 所以我说经济不是数据 经济是生活 经济是实际的 经济是怎么把人民的问题 健康的发展 不支持盲目的发展 所以这是你说的问题是很复杂 其实是方方面的工作都得做 中间那位女生 龙先生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目前GDP 是我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指标 如果不再以GDP 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 例如用您刚才提到的那个 国民幸福指数 GNH来衡量就现在的 就现阶段的状况而言 你觉得中国应该做哪些改变 我觉得不探是一个很小 喜马拉雅的国家 不探整个国家的人口 不如北京哪一个区 或者哪一个街道办事区那么多 所以其实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是国民幸福指数 的一个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可以再不探每个人幸福 因为你没那么大的人口 而且你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那你不能把这个 小国家的一个 很成功的模式 搬到中国来 但是我们可以想 对我们国家一个 比较实际的一个 衡量 一个方法 一个matrix 能够考虑我们的发展 是健康不健康 是好的或者 我们做的事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包括联合国 现在发挥一个 UNDP 有一个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民人类发展的指数 也是提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值得参考的框架 如果是能够有这么一个框架 那我相信下一步经济的发展 不会盲目会健康 世界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不是单级的 而是多级的 多元化的社会 当然需要多元化的共识 那么今天龙先生的演讲呢 用他在中国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亲身宝贵经验 为我们描绘了一张 多元化共识的蓝图 将有益的经验为自己所用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人民生活指数的提高 才是世界各国最大的共识 我们再次感谢龙先生 感谢现场和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 世纪代表堂 再见